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要谈的几个问题 这是第一个关于行弃神的概念 以及行和弃神他们之间的关系 还有行弃神的调节 以及行弃神认识三大要素的一些意义 下面就分头我们来做一些分享 温习一下或者复习一下 有关行弃神的概念 首先来谈行 行就是一个形体 也就是我们的身体 它是物质的 是可见的 行从易经说 在天成像 在地成形 其实行就是我们所接触到的大自然 三川草木 那么这里谈的像 主要是天的日月星辰 从天文学角度来看待的整个的宇宙 像是深远的 是高深远 我们是摸不到的 它可以见得到 可以体验得到 所以我们称它为像 三川草木和我们的人体 这都是行 行的范畴 在中国一直让来 整个宇宙 是一个大自然的整体 那么人生也是个小宇宙 天上有什么 我们人生也基本对应的会有什么 它是规律 是一样的 它运行的规律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经常说天人合一 那么形和像就是天和人合一的一种形式 所以我们经常合起来说形象 那么形和像就代表了 自然界的一切的物质的万物 这里的形 特质的我们人体 这个就是肉身 它是可见的 是物质的 但我们来谈气 气在人体中指的是功能 是能量 是气场 它是抽象的 是不可见的 但是这种能量 这种气场 它是依附在一个形的基础上 它是形的一种表现形式 是形的一种表达的一种方式 所以气是依据着形所产生的一种功能 气是形外在表达的一种方式 在气这个基础上 我们还要明白几个中医学对气的认识 首先 中医认为气是有运行的轨迹 那就是经络 所以 内经里说 经络是运行气血的通道 经络是什么 整个气的运行 就是在经络的内容里 所以 内经说 经络内敛脏斧 外落之劫 循环无端 走而复始 整个的经络的循环 就是气运行的轨迹 这一点和西异是大不相同 西异 因为气是无形的 卡莫剑的 所以西异 它没有对气认识的一个描述 虽然在西异里面 它有循环系统 有淋巴系统 有神经系统 它也有一定的循环和产生的轨迹 但是从来没有像气这样的 无形的一种规矩 那么这个气 它是与行是伴随的 气还可以表达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 这些都是通过气的形式 反映到外在的 反映到人体的 如果一个形没有了气 那就像尸体一样 就是一个尸体躺在那里 它的形是存在的 从解剖学组织学角度 它是在这里 但它已经没有了气 没有了功能 所以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人 完整的一个生物体 所以气和行 两个是缺一不可 那么有了行有了气 就是一个完整的正常的生命体了吗 我们再看神 神指的是人的精神 一种意识活动 是人的一种思维状态 它是无形的 和其一样也是无形的 是不可见的 神有广义的和狭义的分 广义的神 我们在这里就不谈了 这跟自然界 整个大自然 神的主展有关系 那我们谈狭义的神 这里的精神状态 人的一种精神和意识活动 我们称之为神 这就是一种狭义的神 忠义对这个神的分类 还分为五神 称之家 就是所说的心常神肺藏魂 肝藏魂肺藏魂肺藏魂 肺藏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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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 称之 用来概括人类所有的精神活动 这又是一种对神的一种分类 那么在《灵书天年》里 对神的一个重要的描述 说失神则死 得神则生 什么意思 就是说 如果这一个生物体 一个人体 它没有了神 那就已经和死人差不多了 我得到了神 就得到了生命 对神在这里 是起到一个自关重要的 一个完整的生命体的体现 大概我们预设温习了一下 神行器和神 他们各自的概念 和在历代主要是《黄帝内经》里面的一些表达 这个和精器神 原来大家常说的精器神 不太一样 精器神跟它有点相似 但是本质上还是有区别的 我们现在讲的是行、气和神 所以下面我们就来谈一谈 行和气的关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